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一直到这个MOT峰值体验 那么到沟通设计 那今天跟大家来分享 从看到听到买到 甚至是拥护在行销的这个落地 那因为这个跑第五棒 我看大家的注意力都已经这个很辛苦 请各位喝杯水 我们就来跟大家做分享 那因为刚才看 这个Joey是又专业又美丽 然后James我没有他帅 那因为现场又没有办法打滤光 打滤镜 所以呢请各位 我们就在专业跟经验这个部分 一起来跟各位努力 那我很感谢这个台经院 在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这个副院长 处长 还有团队 邀请我们来做分享 那我记得2018年在高雄 同样一个场地 那因为我们一直认为品牌 是由内到外 那它其实是一个文化 是一个能量 是一个精神 甚至等一下要跟大家讲 它是一个品牌的肌肉 这个肌肉呢 是你要练习你自己在系统化的思考 在创意上的这个思考 那当时呢 我记得我在现场的时候 带着大家呢 一分钟的感受自己的能量 然后呢 因为这个可能 后来被认为是宗教步道大会 所以呢 今天呢 他们就限制我 一定要在这个直播现场 我就不能够带 宗教步道大会的这个场景 又有一次呢 在这个branding的实作 我还带大家做品牌健康操 所以今天什么都不能做 所以我就乖乖的跟大家来分享 首先呢 各位都会谈到品牌是什么 那我们一直认为 上一场这个三位讲者 他们在讲这个传承 有的是第二代第三代 我觉得他们分享的非常好 他们讲到说 事实上在做很多的传承跟创新里面 我们认为brand啊 事实上就是一个reliable 它必须要让人家觉得品质啦 各方面是值得信赖 同时还要不断的做创新 创新的设计 创新的沟通 品牌的体验要做创新 可是呢 最难的是做那个决定 而且是不只是决策者 还包括整个团队 所以呢 我们来看一下一个国外的例子 这个是在 这个2017年3月8号 就是妇女节之前 那这个一家 这个全球非常知名的管固公司呢 财富传承的公司呢 他们就这个设计了一个这个 交由一个全球很大的McCain广告 设计了一个五位女孩 然后呢 在这个纽约的这个 华尔街这边啊 站立在那个地方 那很多人就在后面去做分析 他其实有人讲一个名词叫做 人性的最大公约数 意思是什么 当我们在做品牌 做任何的沟通的时候 只要你能够 跟别人的这个内心产生共鸣 勇敢 自信 不怕挑战 那其实啊 他打中的是很多人的心 所以不管你做品牌调查 品牌探索 消费者访谈 你其实都在找这个点 那个点是可以启发人家 那就很像很多人讲说 这个爱情里面最重要的 其实是什么 是你懂我 所以这件事情啊 他后来造成了 在12周之内 有48亿的这个推特的曝光 那甚至最后来 这个广告公司来调查 他们为客户啊 创造了7亿 这个以上的这个 广告的这个价值 那我们带过广告公司 或者是很多的 专业的行销人员 品牌顾问 大家都知道 这个背后啊 一定是有专业的一个调查 然后要连接到这个品牌 这个品牌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所以State Street啊 这个Global呢 这一家道富环球财富顾问公司啊 他就在那个小女孩上面 下面这个铜像写了一个 Know the power of women in leadership She makes a difference 而且这个SHE啊 不是台湾的SHE啦 是在这个道琼指数里面 它就是这一支基金的这个名字 所以它有什么 品牌的连结 而且有品牌的这个指名度 在这个里面 所以我们在看哦 背后跟品牌的连结是什么 我们都会知道说 品牌的定位 品牌的这个价值 那这个定位跟价值啊 早期我们从经济部 国贸局到工业局 从品牌台湾 一直到品牌药飞 我们一路上啊 尤其我在宏基兽的训练 我们专业的经理人 一定要受过这个 12345678 这个全面品牌管理的这个系统 可是偏偏厂商呢 是倒过来做 这个我们的广告 好像不是很有效 我们的电商不是很有效 那我们就问啊 那你们内部在做决策的时候 行销人员有吗 没有 那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呢 没有啊 当时就觉得很有创意啊 那请问你们的产品 是不是吸引人家 你的定价策略是不是对的 通路是不是能够传递 你的品牌价 结果越问啊 其实是87654321 发现前面的这个定位 还有前面的这个行销组合 是有问题 所以我们在协助中小企业的时候啊 我们就发现说 我们可不可以321 倒过来 去思考说 你在透过原始的这些调查的方法 包括通路的访谈 秘密课啦 焦点座谈以外 现在有了这个数位的行销工具 你是不是能够去了解你的顾客 好比很多人说 我们要来做这个 Portfolio 我们透过网络 很快的就可以知道 我的粉丝页里面第一个 常常来给我们按赞 他的兴趣是什么 他的数位行为是什么 那这件事情跟他的选择跟转换是什么 于是啊 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请问你的价值 有没有跟他沟通 有没有跟他去做这个对焦 那这件事情呢 如果又回到刚才无惧的小女孩 他提的是一个什么 对文化的认同 你去看行销4.0 行销5.0的书都在写 女力崛起啊 这是整个的趋势 也是James刚才在讲啦 就是这整个的环境跟趋势是什么 那你能不能找到 这个时候大家的心在意的点是什么 那于是我们分阶段啊 那这个时候我就要提一下 我的客户 基本上就是一亿两亿 然后呢 60个人居多 因为我认为台湾93%都是中小企业 那他们对行销啊 不是那么有概念 品牌也不知道怎么做 10年前我在高雄啊 这个一场这个讲座跟大家分享 我们就发现了 这个老董事长 他坐在那个地方 带着他国际行销人员 他说我很会制造 但是呢 对于品牌行销 我真的不是擅长 所以他们从当时 一步一步 找到自己的定位特色去优化 10年来申请不同的专案 找资源 现在他们的行销部有4个人 然后呢 接着下来我们就用 我们怎么样协助他们去一步一步 建这个思维跟系统 也就是所谓的品牌的肌肉 那怎么样来跟大家来做 这个品牌的累积 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情啊 就像今天这个题目啊 其实我跟承办人员啊 沟通 我们写了几个题目 他们挑了这个 那从我们的这个角度啊 这个20分钟要讲完这个 真的是挑战很高 为什么 从看到听到买到 到最后还要拥护它 其实每一个点啊 AARR 其实它都充满了这个挑战 那也因为这样子呢 我们就开始去思考 刚才Joyce在讲这个顾客体验的旅程 从我知道你 所有人都努力在这个地方 怎么样吸引到它啦 怎么样做Google关键字啦 SEO啦 优化啦 好 可是呢 下一步是什么 真正碰到你的时候 一进去看 哎呀我的妈 你的产品包装啊 你的这个实际的这个体验啊 人员的服务啊 事实上是没有到位 更何况我真的要转换 要为你这个购买 买单的时候 我发现真的没有吸引我 那这件事不是只有B2C啊 B2B也是这样子啊 就是当你到这个公司来被吸引了 被展览 被这个SEO 被阿里巴巴吸引了 到公司来的时候 到这个施工的时候 报价的时候 我们发现处处是缺口 所以刚才Joyce讲的很好 聚焦在几个关键的这个点 那我们就聚焦守好那些触点 而且把它变成是峰值 好 所以我今天呢 就透过这种方式说 我们是不是可以透过有系统的方式 用一个行销涨的概念 不是做Marketing Communication 是Brand Marketing Communication 因为啊 我们所受的信念认为 每做的一件沟通 每做的一件事情 事实上都跟你的品牌有关 所以你会问自己三个问题 第一个 我这样做是符合我长期的品牌策略 跟经营的这个角度吗 第二个 我是因为一时的兴起 才做这个广告跟推广吗 第三个 它是不是为我的品牌价值 加分或减分 所以如果从这样的概念啊 今天跟大家分享三件事情 第一个指标 第二个转换跟基准 我特别同指标倒回来谈 因为啊 我发现 如果你愿意去想象 我的品牌本来就做得很好了 我现在3.0 4.0啊 或者我现在还在1.0 2.0啊 那你去思考 我三年后 我现在不断的累积 修正 那他能不能到处做得更好 所以大部分的老板啊 第一件事情 我称他叫老板的指标 前几天我在台中 一个客户 我问他 我请问啊 这个通路跟品牌的关系是什么 那所有的主管都写了 那老板就写了一个字 Money 就是要赚钱 好 我们理解 但是啊 有专家学者提出来说 其实啊 做品牌应该是做 短中长 尤其是累积的这个钱 所以呢 你可以思考的是一个叫品效合一的指标 除了Revenue Margin 还有这个平均客单是提高以外 另外一个是什么 你的会员数有没有增加 平均客单 你的新进会员有没有增加 人家愿不愿意加入你会员 所以这个指标啊 如果我们今天转化成 你申请政府专案啦 这个台券专案 一定要写这些指标 而且还有品牌强度的这个思考 如果从这个角度 我在这个不同的单位 带了这个25期的 这个不同的业界人士 他们写出来这几个指标 他说第一个客单价 我可以卖高单价 不再是国民品牌 第二个 回购率是不断的提成 本来是只有三成的回头客 现在有五成 那我们认为这个就是什么 知名度 偏好度 知名度 满意度 最后一个叫做忠诚度 甚至这里面的指标 各位可以看到 一个叫做推荐度 我愿不愿意推荐你 所以回到这件事情 我们来看 那个系统是什么 第一个 如果你自己可以掌控的官网 FB IG 你都可以掌控这些的话 你可不可以有系统的去做建核 这个时候是在训练一套系统跟基础 所以回到刚才我讲的高雄客户 从没有行销人员 那个行销人员找来 那怎么开会呢 怎么检讨这个效益呢 我做的那些品牌定位 还有包括我的设计沟通 它是不是有系统 那我们就去看 请问你认为的指标是什么 什么是老板的指标 经理的指标 专员的这个指标 如果从这个指标来看的话 我们把第一个要曝光认同 就像刚才的无惧的女孩 她一定要有一定的曝光 可是请问你要传达什么 那这张RCA它有个很重要的精神 我们所谓在激情过后 你做了很多的曝光 专案走后 百分之五十到后来是没有后续 百分之五十后来是没有配套 哇那五十五十到后来只剩百分之二十五 意思是什么 它没有追踪没有成效 那我们在训练我们的行销人员 跟我们的老板们团队们 在思考的是什么 请问你愿不愿意试着这个操盘 然后去做后续动作 所以那个后续动作是什么 是转换 那个转换我们聚焦在说 客人进来了也吸引了 不管你的设计沟通各方面都吸引他了 你怎么留住他 那个留住他是 他认为你的价值有两个概念 第一个是 我想传递的这个价值 是不是他在意的这个价值 那最常碰到的是说 顾问我们这个价格卖不高 顾问别人比我们便宜 但是价格的问题大在问 最少有七个考虑 其中一个叫做行情 你为什么比行情高 那有人在做这个数位行销就说 第一个你要有一个价值阶梯 不管是这个免费咨询免费洗头 免费这个洗牙 那如果我们今天用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个 维瑞山丘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例子 免费的这个试吃 可是难的是什么 他买了一次他会不会再买 他会不会推荐别人 所以我们把那个价值把它聚焦 如果我今天用B2B的 我有这么多的价值 但是对客户而言他在意的是什么 你经验丰富啊 你写了很多啦 但是对我而言是什么 比较安心 比较不会出错 所以呢 如果这个转换又变成是 我们去思考说 这个价值怎么样传递 怎么样这个转换的时候 第一个 请问你内部的配套系统 电话打进来 或者是没有进来 有没有人回 多久回 那回的时候 它是够专业的吗 我们发现 这些都是落地 这些都是要一步一步 按部就班执行的 那这些变现的工具 你有没有一个系统 所以之前这个带来一个专案 很多人就说 顾问这个我们都有做 而且做得非常好 那我们就问 戏法人人会变 巧妙各有不同 请问你下的这个解决方案 还有你的action是什么 那我们就去看 那看起来 画面上可以看到 50%来自于这个Google 那Google有两件事 第一个请问你的内容 是不是有做SEO的优化 第二个你的跳出率高不高 第三个你又没有做SEO的 关键字的这个广告 效率如何 所以这些事情如果追到后来 发现说 电话一直有进来 顾客都一直有声音 以前都没有人问我们说 三年前没有人问我们说 我买这个产品 我一定要这一家公司 那老板 董事长常常就会接到说 这个王党 最近好像常听到你们的曝光 好像东西不错 他自己会感受到 所以从这个效益 我们又拉回来 做这件事情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基准 我个人认为说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基准的话 爱丽丝孟永仙一经讲说 如果你不知道你要去哪里 你怎么做都没有关系 什么叫基准 第一个叫营业的基准 请问过去三年来我们的生意如何 第二个 请问如果我们把它细分 我的区域 我的客户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然后呢 再来去看什么 我的广告投放也没有问题 然后去看说 我从这个推广的指标是不是有问题 第一个 官网 我的很多讯息根本就是在增加跳出率 增加跳出率就是竟然没有仔细往下看 我的AFP 这个留言互动 其实都是有做有做 但是效益不见得很好 所以最后我们再往下一步一步去看的时候 我们开始要做分纵了 to be的要讲什么 to see的要讲什么 然后我在展览的时候 是不是能够像刚才前面几位讲者讲 是能够清楚的具体的一致的去传达这个品牌的价值跟讯息 那这些到最后会 我们用网络的这个数位的术语叫call to action 请问接着下来各位怎么做 第一件事情 对标 对盘对标对线 我要做什么 然后做什么以后呢 如果我今天有一个叫品牌指标 我能不能让我的会员是增加的 然后我们去思考说 人进来了 为什么都没有再持续满 所以呢我们的转换策略不再是蒙打广告 后来发现是我们产品的设计有问题 不吸引人家 后来我发现我们的服务配套不OK 那再来看我们的预算 哎呀我们过去的花预算都是自由新政 想到什么就做什么 还有一个更辛苦的 就是每年都是这样花 那就继续这样子花 我们发现当你这个认真的去思考的时候 你的品牌肌肉 品牌行销的肌肉练起来以后 你会发现 有好多的这个漏洞要去做调整 那所以呢 当我们去重新去把它系统化了以后 你再锻炼自己思考说 那我能不能在年度的主题上面是很清楚 而且每年都讲一个主题 不管你今天放眼四海 刚才很多这个国际性的例子 台湾的全联 广告公司在设计 Campaignable 甚至B2B都是 我印象里面这个 高雄一个另外一个客户呢 他们做这个电盘 德国的这个厂商呢 他们就做了一个非常棒的这个品牌的定位 他们做这种电的 所以呢 slogan叫做 Life is on 然后所有的沟通讯息啊 就沿着这一条路一直走 所以每年主题设定了以后 可能的广告的标语会替换 但是呢 随着这个产品通路价格跟推广 他有一个清楚的这个配套 那这个配套呢 如果你又能够转换成具体的时间表 最近大家很夯的管 这个科管的书啦 管理科学的书啊 在讲这个OKR啦 还有这个OGSM 都在讲说 那怎么样去落地执行呢 所以今天啦 跟大家分享指标转换基准 那你去想这几件事情 第一个 我认为啊 现在虽然是三月 那你怎么样 这个回过头来去看说 我今年是不是要去调一下 我的这个指标 要对焦 不再只是说 就是赚钱嘛 不是 其实做品牌是为了做长远的这个钱 所以呢 我们在思考说 在未来的这个七天内啊 我们常常很多人讲说 我们所有的学习啊 如果没有办法带来改变 哪怕只是跨出第一步 我个人认为啊 这个学习就非常的值得 所以在未来的七天啊 这个检视基准 优化转换 调整支援 那希望从短期的品效合一啊 你能够达成以后 下一步 下一步 再下一步 它是循序渐进 日积月累 最后啊 终能够成功 那我很高兴呢 今天啊 有机会跟大家来做分享 那最后我借用 灌篮高手的这个安息教练啊 它常常跟团队讲 你们是最棒的 那我相信大家齐聚一堂 不断的学品牌申请专案 其实就是希望把自己的品牌做好 把自己的生意做好 更重要 把自己的客户服务好 谢谢大家 品牌台湾 绽放全球